大家好,我是赵冰晶,欢迎收看本期的美洲华尔街 在本周伊朗是达成了历史性的核协议 但是国际油价却是持续低迷 同时美联储主席叶伦是在半年度的国会听证会议当中 是表示说会在今年加息 但是由于市场是早已对此做好了准备 所以并没有出现大的调整 美股也是在四连羊的走势之下 简是出现了微调 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今天是2015年7月13日星期 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大半走势 目前是经过了17个小时的马拉松市的艰苦谈判之后 欧元区和希腊达成了协议 有关各方同意向希腊继续提供财政救援 受此消息的提振 美股盘前就大涨超过140点 五盘后美股持续大幅度的涨幅 希腊问题的谈判 结果维斯拉义会必须在本星期三 通过确保救援贷款可以偿还的财政改革立法 各方领导人原则上同意开始谈判提供救援贷款 同意继续向希腊提供救援 但有一些严格的条件必须遵守 这些条件包括希腊通过立法削减退休金 以及出售国有资产 周二美股开盘涨跌不一 五盘后美股走高 今天伊朗达成了历史性的核协议 国际油价也硬生跳水 伊朗石油官员表示 在伊朗与六大国达成核协议之后 一旦制裁措施解除 伊朗将以最大产能回归全球油品市场 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国际事务主管表示 亚洲市场是其出售原油的首要目的地 同时希望将欧洲市场的占有率 恢复到制裁前的42%至43% 与此同时市场投资者也正在评估 美国六月零售销售数据 以及其对美联储加息事件的影响 周三美股没有受到隔夜 中国股市下跌3%的影响 早盘高开 倒指受到生物科技板块并购消息的提振 虽然美联储主席耶伦 在半年度的国会听众中 再度重申将在年内加息 但是由于市场早已对此做好准备 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 本周也正式进入了美国企业的财报期 汤森路透统计 第二财季企业总体利润将下滑2.9% 受希腊方面利好消息的提振 周四美股高开 纳斯达克100指数创 2000年3月科技泡沫以后的历史新高 Netflix, eBay, Stericycle和Micron股票上涨超3%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超1% 国际方面 昨晚在希腊议会投票通过债权人要求的 首批改革措施之后 欧元区财长已经原则上同意 开始就新的三年期援助计划 与希腊进行谈判 但需要先取得包括德国和荷兰在内的 欧元区国家议会同意才能升下 周四由于英国最大的油田 布萨尔因停电而关闭 布伦特油价上涨1% EIA周三报告 美国原油库存上周下降430万桶 WTI油价下跌0.35% 受美联储可能年内加息的影响 黄金价格下跌0.33% 创8个月以来新低 美国10年国在收益率下跌 美元对欧元汇率上涨至7周以来的高位 本周的美股市普遍上涨 但是有两只股票却是特别的吸引我们的注意 有一只是在今年飙涨了10倍的生物药股 还有一只是叫板Apple Watch的可穿戴设备制造商 一起来看一下 Anaco Pharmaceuticals股票代码ANAC 是一家专注于彭化学平台的生物医药公司 他们第一个受到批准的治疗灰指甲的抗菌药 在2014年就上市了 目前他们致力于研究新的抗菌药 希望帮助轻度和中度皮炎患者走出困境 周一ANAC宣布新药的两个第三阶段的研究 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这帮助股价单日上涨57% 研究显示这种新药不仅疗效显著 而且安全性高 目前在美国 大约有1800万到2500万人都受到特硬性皮炎的困扰 其中80%到90%都是轻度或中度感染 分析师预计 这种新药一旦受到FDA批准 可以给ANAC带来每年10亿美元的营收 同时这也引发了人们对ANAC被收购的猜测 Novatis股票代码NVS和Aligin股票代码AGN都被看成是潜在的追逐者 可穿戴设备制造商FITBIT股票代码FIT 上市已经快一个月但关注热度不减 在周三盘中创下历史新高并收于47.29美元后 FIT股价交20美元的发行价已经上涨了136% 虽然并没有大的动作 但是德银、Barkless等投行纷纷给出了FIT买入或增持评级 助股价稳步上涨 8月5日盘后 FIT将发布上市后的首份财报 Capital IQ统一预测每股盈利0.09美元 营收3.18亿美元 如果这份财报令人满意 将会进一步推动FIT的上涨脚步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奥地利著名的经济学家 美丽的Barbara Kahn 女士 对于中国股市和欧洲经济现状的看法吧 想要知道研究国际经济的Barbara 认为目前哪个国家的市场最值得投资吗 又是哪个新兴市场最值得关注呢 精彩的采访不容错过 Barbara,欢迎你来自担心 谢谢,是一个宝贝来自在这里 谢谢,是一个宝贝来自在这里 你什么关注呢 对中国市场最值得关注呢 对中国市场最值得关注呢 我们一定会看到一些伤害 和伤害的伤害 和伤害 在未来的未来 因为 中文字幕提供下坚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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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我们的大问题,我们必须拒绝他们, 而他们不能拒绝与工资料。 您是关于贸易吗? 当然,我们是关于贸易。 我们继续继续这些, 在六个月之后, Tsipras,主席的主席, 必须提供一些最终的解决, 有些真正的解决, 这些他没有做过, 他没有发展过过去年。 所以,他拒绝了与其他联络的联络, 猫和猫和猫, 这一定不是一个解决。 所以,我们会看到, 如果他出发了解决。 如果他出发了解决, 只有一种方式, Greece会减少, 而在减少,他必须有新的元素, 或者它会离开到欧洲。 这其实,不是很大事。 而,另一方面,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俄罗人们和人们的国家, 因为他们会负责。 其他人的余地, 其他人会负责。 在其他人的余地, 不影响了很多。 您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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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边最核心的核心目是最核心的? 在美国上组算是最核心的 anymore, 也未来最核心目的, 可以在美国上的核心目是十分较比较高的? 约是来自从哪里, 如果在新南语以后有些核心目的情况下, 当然,你必须得养心最正学习的, 那么在这一边是立场的? 咱们说明的市场移动的移动。中国和印度, 如何是市场移动的移动于今天,对于2013年纪念的移动? 市场移动的移动,当然是在增加重新的移动。 它是正确实的,因为这些人一定是更創创, 更創创,更創创新的事情, 在其他人的余地,在其他人的余地, 所以这就是一种奢侈的账截。 所以他们现在是在更好的位置。 哪个股市场上的最高的位置? 那是很困难的问题。 我肯定看到有些好证明的证明, 美国,如果他们继续在这个路程中,会很高兴趣的。 中国,当然是一种选择,但又是一种选择,但又是一种选择, 但又是一种选择,但又是一种选择, 但又是一种选择,但又是一种选择, 这种选择,这种选择,这种选择, 一定是一种选择, 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是在大家现场报道了FreedomFest峰会的情况。 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将会继续带大家欣赏一下各路名人的演讲。 福布斯杂志的总裁,是一种选择, 史蒂夫·福布斯先生相信大家已经是很熟悉了, 这是他第三次接受我们的专访。 那么针对热门的希腊问题,中国经济, 以及2016年大选的情况,他得有着什么样的想法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嗨,Mr. Forbes, 你认为Greece居住在英国的位置会影响美国? 我认为, 我认为, 已经影响了, 美国的位置是一种选择, 我认为, 我认为, 这些练习的问题可能会出现出水平和水平和水平和水平的水平。 但是他们没有解决了真正的问题, 这是破坏的波润。 我认为, 中国的市场公司是3%的许多年, 现在, 现在, 政府正在做出对对的一切它坏的流量。 所以, 你认为, 更多的市场公司和基金务的政策批育会会大利的市场? I think the key thing for China is to move forward on liberalizing their capital markets so that the current city of Yuan can become a true international currency and perhaps simplifying their tax code and reducing tax rates would be very helpful reduce tax rates okay so last time we met you said that the republicans will wi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2016 so I wonder between the two republicans two front runners jeb bush and donald trump who do you think has the better chance to win we'll have to see because there are 14 candidates soon to be 16 and with that kind of fluid situation anything can happen I've not made my own mind up yet I'm still looking at the field okay then how the if the republican press candidate got elected how do you think the foreign u.s foreign policy will affect on asia I think you'll see a more forceful presence in of the u.s. and asia instead of the retreat that we're in but you'll see it even more in the middle east where which is falling apart in no small part because of weak u.s. policy okay wow thank you always good to have you with us nice to see you thank you 本周的中文童子网是来到了旧金山参加本届的money show 和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我们有了自己的展位 感谢的朋友呢我们也要请大家和我们一同前往 那么下半场的时间呢 Warren将会和大家分享一下他在此次money show上都有着什么样的感想 不要错过 嗨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个美洲华尔街节目 那么这一期呢我也变成了一个记者 参加了背后的money show的一个大展 那money show呢将会带来非常多的美国主流的投资专家 关于比如说医疗股啊 ETF啊 REIT啊 房地产信托的投资啊 等各个方面的一些topic 那么我们也会在这个节目当中呢 逐渐跟大家介绍 我也非常非常excited 就是能够参加这一次大的胜会 是在旧金山 Mariatt Marcus这个酒店开始的 那么背后我们很快就要开始这个我们的open ceremony 就是开幕式 那么我来回顾一下本周的一个股市的一些热点 主要呢就上两期节目 我们讲到中国的ETF ASHR CHAU CHAD 我相信很多投资朋友问我现在该怎么操作 我其实坦白的跟大家讲 中国股市的一个上下波动 给我们trader创造了机会 我个人也在这个ASHR 看跌期权当中赚了70%以上 还有这个CHAU 看涨的 买的timing是早了一点 但是最终还是赚到钱的 我也非常happy 但是呢我可以坦白的讲 我们是就是炒股票的 我们希望股票股票市场有巨大的波动 而不是说一成不变 那么像现在中国股市来讲的话 我觉得太多的政治啊 呃政府的干预啊 这就使得后面没什么可玩 而且坦白的跟大家讲 我觉得中国股市比较overvalue 那么本周有一个热点 我们也赚了很多钱 叫Netflix NFLX 呃周三的时候 他们盘后公布了业绩股票 呃在周四呢上涨了16% 再度创出新高 那么卡尔伊肯 呃他在这次投资当中呢 在六七百块 也就是他splay以前的这个价格呢 也卖掉了他的股票 但是呢 怎么说呢 这个股价还是冲继续冲出新高 接近114块钱 所以呢 呃 投资朋友都非常happy 那我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Netflix能够涨那么多 我觉得呃 首先来从业绩来讲的话是六分钱比预测好处两分 特别是呃 国际的订阅客户出现48%的年余年的增长 这是一个momentum就是动能的快速增长的股票 投资朋友也可以通过这个长期期权来获利 我们在这个啊 股票当中呢 也是赚了不少钱 所以我对啊 这个股票呢 还是蛮有心的 也是本周的一个非常呃 好的一个亮点 大家也可以看到 就是刚才我们这个腰股环节 刚刚讲了那个fit和anac这两只生物科技股 呃 但是Netflix我认为呢 也是一个呃 腰股啊 同时他的这个就是他的momentum 他的这种valuation还是非常crazy的 但是他会成为一个重大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媒体 可能是CBS以及Viracom的一个合并的一个market 呃就是说marketcap的一个总和 好吧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非常高兴在live啊 money show live给大家播出 呃 希望呃 大家呢 也同时关注Netflix未来的一个发展 好 谢谢大家收看 在freedomfest峰会上 我们是有境采访了华尔街日报的专论作家Steve Moore Steve Moore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也是他近期以来一直的辩论对象 保罗克鲁格曼进行了一场世纪大辩论 辩论的主题是 如何重塑我的美国梦 那么在辩论结束之后呢 我们也是就近期热门的希腊问题 中国经济以及油价问题 对他进行了采访 Steve Moore是华尔街日报著名的专栏作家 今天呢 他和诺贝尔经济学家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 进行了世纪大辩论 嗨Steve Good to have you with us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So at your debate with Paul Krugman What was your main disagreement? I think that the main debate issue was capitalism versus socialism which is the best model for economic growth and to create prosperity and I'm a little biased but I think that the freedom capitalism model triumphed in that debate we talked a lot about what's happening in Greece and what's happening in Europe and what's happening in a lot of these countries that are failing and they've loaded themselves with so much debt and so much overspending that they can't they can't basically get out of the crisis that they're in and I'm also concerned about China quite frankly you know China has started to increase its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increase the amount of money it's printing and it seems to me that's the wrong direction China should be going in okay so as you may know the China stock market has been very dramatically recently yeah one minute is six percent the next is down five percent and n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freezing IPOs but do you think this will make the Chinese stock market rebound I think China has to let the free market work and I think there's the problem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ight now is they keep intervening in the in the economy in ways that I think are making things worse not better so there's too much central planning in China and Beijing and there's too much political power in the economic frontier and you need a much more hands-off policy let let the entrepreneurs and the businesses in China operate and not have the government dictate where the investment is going to go where the money is going to flow because that's just not a good model and we've learned that throughout the world okay well do you think China's real economy will suffer from the stock market crash sure you know I mean because look when the stock market crashes that's less money that can then flow into businesses it makes it harder for them to raise money and that makes it more difficult for them to expand their operations so this is a very scary moment for China when you see that kind of reduction in the stock market will lead to another financial crisis well let's hope not but there's always a risk of that I mean look there was a bubble that was built up in China you had your market was up what 30% earlier this year and I think there was a bit of a bubble you know whether this is containable or not we'll see in the weeks to come but it worries me when the when the politicians in Beijing talk about you know a QE you know a quantitative easing like we did in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that didn't work very well for the US okay so the Chinese stock market crashed also rattled the confidence across the globe yes so do you think the US stock market will see a correction you know we we saw a decline in our stock market too because the two countries are so interrelated economically and so yeah China's market crashes that's going to have a negative effect on the US stock market we you know we growth is not a zero sum game if one country grows the other one can grow we depend on the Chinese market for our exports and China depends on us for its exports so you know we are interdependent China is more dependent on us than we are of them but nonetheless Chinese stock market crash would have a very negative effect on the United States okay so lately we've seen oil price drop sharply oil yeah from six dollars a barrel to now maybe around $50 a barrel so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at that's I mean declining commodity prices are generally a good thing because it means that the cost of producing things falls of commodities you don't want commodities rising in price because that means you know that it's more expensive to produce things so so on balance it's a good thing if the price of oil and energy and food and copper and tin minerals fall but there's also you know some speculation that we're now entering an era of deflation where costs are falling and that that can be a problem too for major economies okay so with what happened in Greece and China do you think the Fed will still looking at raising risk this year that it will what do you think the Fed will still raising risk this year oh I think the Fed is likely to raise rates but before the end of the year but I think if this crisis worsens in Europe and in China then it could cause the Fed to delay action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下周都有哪些重要的经济数据公布那么在下周三呢将会有成屋销售公布而在下周四呢将会是例行的每周申请事业金的人数公布而在下周五呢将会公布的是新屋销售的数据 那么再来关注一下下周都有哪些重要的企业财报公布将会在周一公布财报呢是IBM公司而在周二呢也是有许多的科技股会公布财报 像是微软公司以及雅虎公司而在周三呢将会公布财报的是高通公司而周四呢也是许多的科技公司会公布财报像是亚马逊公司想要随时随刻获得我们的信息请关注中文投资网的微信公众号好了本期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会 我们下期再会